那你就請鄧小姐來分享 大家好,我是台家養心理器的博士生,我叫鄧善娟 那我們今天就是分享一個議題 就是數位時代心理連結問題的解決之道 那主要是來自於我們對現今這個數位時代 就是快速變遷的所觀察到一個現象在談這樣子 就是現在就是我們數位科技的發展 我們可以坐在家裡就跟全世界的人做朋友 但是同時我們其實也面臨了牽索未有的孤獨感 怎麼說,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在臉書上或是instagram上面或是line上面 你總共有多少個朋友 那在2014年的時候一個調查呢 就是發生就是說 他們去調查臉書的成年用戶 他們平均有幾位好友 大概是338位 那我想就是過了在7年 6、7年這段時間 大家的平均的人數應該是已經超過這個很多這樣 因為很多人line一打開就是1000個人這樣子 對,那在前幾年就是在美國的一個調查發現 就是在美國人當中平均每四個人 有三個人他們會感到自己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孤獨感 就是也就是說孤獨感孤疾感這個現象 已經變成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大家的心理的狀態 那這件事情就蠻特別 就是說我們透過這樣子數位的這種科技 我們似乎跟很多人的連結變得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人跟人之間彼此心理的連結卻好像沒有跟著增加 反而是減弱的 那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現象呢 那以心理學長度來看就是 其實這個一個很根本的原因是我們人的 本來的腦袋的設計的一個限制 就是我們的人腦的腦力資源是有限的 或者說我們的處理很多訊息的能量是有限的 比如說如果我們當交我們跟人的人際關係的這種活動的網路 比喻為是就是一個網路的連結 或者是說神經網路的連結的話呢 每一個網路他們網路他們連結彼此之間的 activation的能量 它其實是有一個限制的就是有一個定量 所以假設說我今天要跟六個Node 有麥克風嗎 太小聲了是不是 好 對就是 聽不清楚嗎 聽不清楚 走來這邊講 走來這邊講 待會有人幫我控一下 那你幫我來控一下 好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六個就是 如果是節點聯繫在一起的話 好 那我們按一下 我們大概的連結的程度大概會這樣 就是粗細程度大概會這樣 就是我們的能量大概可以平均的分散到六個 六個連結上面 好 再按一下 那如果今天是加倍呢 就是變成跟十二個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但我們的能量是有限的 它是固定不變的 所以一來我們的跟皮子這個節點之間的連結就會變弱 好 就是我們的強度 當我們連結增強的時候 我們強度 每個連結的強度就會變多 所以呢就是現在這個狀況就是 我們好像連結的量變多了 但是品質被削弱了 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部署感就會增加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這樣子的現象 其實會造成一個更基礎的問題 就是我們開始會對於自己 會越來越不了解 好 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現代的這種 我們透過社群媒體跟人交流的方式 和傳統的人與人交往的方式 其實很不一樣 就是 我們其實不用說想要主動關心某一個朋友 我們的手機就會很好心的 一直跑出訊息 跟我們說他有什麼新的狀況 對 所以久而久之其實我們變成 很被動的接受這些訊息 我們甚至會主動的 每次就把手機滑開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新的動態 其實我們仍然沒有心裡想要 去關心哪一個人 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人腦的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就會將 越來越多的資源 被動的不斷的 投向外面的這些大量的訊息去處理它 我們對於自己的關注就越來越少 我們對於自己的感覺 就會越來越不去管它 所以這會造成什麼現象呢 我對自己越來越不了解 不熟悉自己 所以沒有主題性 主題性越來越低 我不知道身為 我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想要什麼 我的想法是什麼 就越來越沒用 這是很多現在 年輕人的狀態 好 然後缺乏自己的價值判斷 現在看來那個連結 我們跟大家的連結變弱了 但是連結其實越來越多 那其實連結的激發是這樣子 當別人激發的時候 我們通常 我們一樣會被 activate 起來 所以現在網路上 會有非常多帶風向的狀況 就是說別人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自己好像就是被感觸到 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前陣子 去年台大就是曾經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自殺州的事件 就是那時候 就是自殺引起了很大量的報道 那時候其實就是心理系的老師們 其實有一直希望就是有個訴求 就是大家不要再談論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人看到大家自殺 就會覺得說我好行為 我不管人經驗 我分享一下你可以怎麼度過這件事情 但其實當你只要提到這件事 其實就會很容易渲染出去 好 那其實這個就會跟 就跟這個我們的這樣子的一種心理連結剝弱 然後自己的這種存在感 本主體性要越低落是有關係的 那接下來就會變成是憂鬱焦慮 因為我自己並不知道 我自己要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不會去欣賞自己的優點 所以所有好的壞的都是由別人來定義 所以現在就是憂鬱焦慮的症狀 其實是一種一直不斷在快速增長的時期 好像美國在2019年 他們有做一個調查 就是他們的大學生大概有將近七成的人 在過去一年曾經被焦慮 就是嚴重的困擾 然後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 四分之一的大學生呢 他們是被診斷有焦慮 然後或者是正在接受治療 那在台灣的2012年的研究呢 也是發現就是台灣大概有20%的大學生 可能就是有嚴重的憂鬱傾向 或者需要接受治療 那在台大我們本身呢 就是一個學生有心理問題 要去輔導中心接受就是輔導呢 他們要等三個月 然後才會進到心理師 因為需求太大了這樣子 對那另外一個面相就是我們會變得麻木 反過來就會變成說 因為我們的注意力一直往外 我們對自己沒有感覺 所以這真的越來越沒有感覺 所以對任何東西都沒有感覺 就是你不會覺得從事什麼事情是有樂趣的 你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但同時也不會理解別人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這個狀況其實是已經很嚴重影響到 我們的這樣子一個很基礎的生活 我們要怎麼樣好好的活著的狀況 所以到底要怎麼解決呢 那如果我們想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從建立與自己的連結開始起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已經跟自己越來越疏離了 那跟別人關係當然就自然根本沒有辦法建立起來 因為我們都沒辦法跟自己做朋友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先開始去做起一個根本的地方 那我們的實驗室 就是我們發展出了一個 就是結合東亞傳統文化的身心鍛煉法 還有心理學理論所結合起來的一個身心中種覺察課程 那在這個課程當中呢 我們其實就是 就是透過一些動態的活動 讓幫助人把我們的心神收回 讓自己的身上去 然後以此這樣子的練習去提升我們對於自我的覺察 你先對自己要有感覺 那當我們的自我的覺察提升的時候 我們會先開始有一種調控能力 就是很簡單 比如說當我知道我分心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注意拉回來 我不會就是一直飄走 當我知道我有不好的感覺出現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去處理它 而不會就變成是說當它大爆發的時候 我就把我淹沒 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辦法 就是逃出這個情緒的困境 那當我們有調控能力的時候 我們還會有個能力 就是我們可以進行選擇 選擇連結 我們要跟誰連結的能力 就是其實連結的多 並不一定要表示壞事 它當然一定會變弱 但是我們可以去選擇 跟選擇性的跟某些人是建立好的連結 我們可以把力氣花在重要的節點上面 那這個世界代人是不會去做選擇 因為我們其實是被動的被刺激 那在這裡其實我們就是變成是一種主動性 我們不是被這種連結的網絡幫助 而是我們跳出來 我們可以去決定它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當我們對自己夠理解 能夠覺察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去理解別人 這件事情就是當然的糾這樣 對 就是當我們可以理解別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才會真正的去跟別人 建立一個牛皮質的連結 因為我們會知道他 他為什麼會覺得 哦,對這件事情有興趣 然後甚至會產生共鳴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已經 就是有做了蠻多研究發現 不管是對成人還是兒童 都是有非常好的成像 那我們在今年暑假也會 我們的團隊也會辦 就是說會得兒童的應對 來試著來幫助小朋友 就是可以去找回自己的 這樣子的一個身心更好的狀態 對 所以就是呢 就是從我們的腳步 就是我們從實用端去想 我們可以怎麼去解決 這樣子的一個心理連結的問題 但同時其實我們也遇到 一個兩難的狀況 就是說 我們要跟這些練習的學員做連結 我們不可避免的 我們必須要去利用 現在的這種社群網絡的平台 好,所以 所以有沒有可能就是 我們就是這樣子的數位科技 或是在AI的演算法 也可以幫助我們從工具端 去事件去改善這樣子的問題 對 那這是我今天想要提出來的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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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